上古典乐课程 弹古典钢琴等等 因为传统的音乐教育就是这个 就是上古典的 好像先有那个基础 有正统的 然后再来学什么现在 其实不必 一开始就可以从现代音乐开始玩起 它一样的 乐理了和声了 节奏 但是它比较更现代 节奏了观念了和声了 作曲了 别人都比较现代 所以这个 我觉得相当在这方面 就是整个的观念 包括学校 老师 学生 都能从这上面来作手的话 可能推行 现在也比较更好一些 2003年 翟教授选择了 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作为他在内地 爵士乐教育旅程的第一站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这里是现代音乐学院 那么我学现代音乐 另外这里有 全国唯一的爵士音乐系 那我是第一个 到美国去学爵士音乐的 那我想既然有爵士音乐的系 爵士现代音乐学院 那我总不应该失去这个机会 所以我想 虽然退休了 我还是很希望把我所学的东西带回来 那么以前我小的时候住在北京 我17岁离开的 我现在71岁回来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把我所学的东西 能够带回这个 北京的这个基地呢 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 现在的音乐 爵士音乐 大概就这个意思 我想 有感于国内爵士乐教育的现状 翟教授经历了 由美国到台北 再到北京的音乐教育传播历程 古典音乐是海洋 很大了 可是有人说过 爵士音乐是宇宙 通通包括在里面了 因为它没有界限 因为古典音乐 你很多东西 你这样写 那样做 就不是古典音乐了 失去古典音乐的味道了 可是爵士音乐没有 没有一个人说 什么是标准的爵士音乐 也没有一个人敢说 我对爵士音乐全都了解了 从来没有一个 因为它太大了 就跟美国那个文化一样 什么它都要 什么它都可以再重新发展 所以爵士音乐就是应该这样 就是不断有新的东西 而且多元性 而且有创造性 这样会产生 一直产生不断的新的爵士音乐 翟黑山教授 是第一位留学人 美国伯格里音乐学院 专攻爵士音乐 爵士编剧 爵士吉他的中国人 是最先登陆爵士亡国的中国人 台湾流行乐坛 许多知名人士 都是翟教授的门生 经过三十多年心情耕耘 翟教授的学生 遍及台湾的音乐唱片行业 在2002年台湾金举奖颁奖典礼上 翟教授荣获了特别贡献奖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萧桑先生 是我对责义的一个高祖 没有这个状元师傅 有状元徒弟 他是我典型的 一个状元的徒弟 这些学生非常出色 他有个外号就叫什么 Sax 因为在台湾这么多年来 从邓丽君的 一直到今天张辉妹的 香港的四大天王 一早他们所有这些明星的 CD的Saxphone都是他关的 所以多少张 大概数千张之多 所以你现在看着买的 只要是台湾出的这个CD 其实这个是萧桑先生 Tripe Saxphone 这个技巧是融会在一起的 所以真的我很为你们很高兴 这个老师在这个地方 可以开这个课 你们真的是很大的鼻气 赶快抓住宅老师 我现在想到以前 28岁的时候 在去宅老师那边上课 要回家那个景况 现在还是很高兴 所以人生得到是最高兴的 这家人就是像是在这一样的 所以人生得到是最高兴 少许是小伙子 那边上课 那边上课 你再来一批 那边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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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在这里 我现在想到那边上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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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